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警察这两个字充满敌意 Evan在他所居住的社区小有名气 因自小习武 打架斗殴的事情偶有发生 也曾经参加过非法游行 懵懂的他在一些误导下始终认为 警察是滥用武力的代名词 直到2019年10月的某一天 Evan因为打架被捕 站到了陈瑟的跟前 接受警私警戒以取代刑事起诉 那天跟他做这个警私警戒呢 就是十七岁 还差一个月就十八岁了 就是十七岁十一个月 所以在做这个警私警戒的时间呢 对我来说呢也挺特别的 讲了他自己人生的很多故事 我不想像他小时候的朋友一样 做错了就回不了头了 所以我选择像他一样 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吧 此时的香港正式风波迭起 Evan的正义感也没有停留在嘴角 他凭借自己的泰拳功底 和在社区的号召力 多次带领小伙伴清理路障 与黑衣人对峙 更数次以寡敌众 制服携带汽油弹的暴徒 解救被围困的落单警察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的 所以我要去做 然后说有一位像父亲一样的人影响我 所以我要去帮助他 他也教过我 有什么事要帮助警察 保护自己啊 还是那一句吧 反正只要哪里有人要帮助 我也会去帮 就算是警察也好 普通人也好 除了用行动捍卫正义 Evan在收回铁拳后 也有无限温情 那时候是暴乱的时间 外面很乱很乱 那Evan就发短信给我 他说你吃饭没有 你现在在哪里 原来他是担心我 最大的改变呢 就是他18岁那天 他就发了一个小视频给我 还有几张照片 照片里面是他做这个种子 小视频呢就是他跟他妈妈在做 然后呢他说我做了两条给你 我说哦那这么好 他说特大的 信任不是与生俱来 却在彼此温情流转的诚意往来间 枝就了少年与警察之间日渐深厚的情意 当我接触他那一刻开始就觉得 他能给到我的那是温暖啊 关怀啊 就别人给不到的东西 就是我没有工作 他找工作给我 他的改变就是 他用他的行动去证明给我看 他说到做到 我觉得这是挺好一个 有承诺的人吧 就像父亲一样我觉得 对 如今 艾芬在陈瑟的帮助下 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仅自食其力 更时常在业余时间帮助街坊 原本就应该属于18岁的率真笑容 又回到了艾芬的脸上 也照耀着更多的人 而陈瑟家的餐桌上 也多了一位亲人 我也觉得勇敢地站出一个就一个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 应该不止一个iPhone 应该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iPhone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